準備上一台大遊覽車 從我們住宿的地方搭一站的地鐵 走路大概兩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們集合地 然後我們會搭大概兩個小時半的車 先去動物園 一時繼續睡 現在車外面的天氣我真的是傻眼 我們到旭山動物園啦 現在這個天氣真的是傻眼到爆炸 太扯了唄 現在當然選來逛動物園兩個小時室外的了 因為我們是跟團的 然後這裡有很多排票口 如果是自己來的話呢 我自己多做點功課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我的褲子要脆掉了 我裡面還穿著絲襪 不然真的太冷了沒辦法 然後今天真的非常的滑 大家要記得 小睡步的走是最好的 我們等一下一路上會有超多話可以跟你們講 因為剛剛導遊都幫我把搞順好了 導遊超厲害的耶 我是睡整路啦 你現在看到雪還開心嗎 好開心喔 不是現在這個狀況 我以為我們要去滑雪 吳弟剛剛問我說 這個是-35度喔 -35度我已經不在人事了 我現在好緊張喔 我們現在就要從這邊下去 導遊非常的快很準的跟我們說集合地點 然後我們要從這邊下去先去看 企鵝吃東西 企鵝在吃飯了快點 企鵝只吃10分鐘你們一定要準時喔 吃在為國王企鵝吃飯啦 超級近的耶 企鵝就在我們的面前吃魚 一個一個排隊我會笑死 真的在鬧脾氣是不是 而且紀錄員在餵完他們吃魚之後 還會寫下來說他餵過誰喔 12月底在雪厚一點的時候 有企鵝遊行 那我們來的時候剛好水不夠厚 不過我們就可以看到他餵死 這樣還不夠厚啊 因為他們的體型是比較大的企鵝 很難到發抖啦你們以為咧 他們那麼近其實有點可怕 太療癒了大家一定要準時到 因為他們吃飯只吃10分鐘 怎麼那麼可愛啊 天啊超級近的 他們也在吃早餐 你抬頭問你蘭蔻要不要擦一下 我沒有這麼近看過長頸路 長頸路在日語也叫做吉林 就像我們的台語一樣 吉林路那個 然後他們長頸路只有11點到2點上班 其他時間他們就要回去睡狗了 因為他10點半入園 你看完餵食修之後就趕快過來看 不然就看不到他們了 一隻是女生 一隻是男生 男生叫做Enki 女生叫做Yui 為什麼都沒有人來看 只有我們來看 因為導遊帶你們來最佳路線 我們先在這邊節省時間 等一下過去馬上看北京熊吃飯 下一個在海報吃飯 我誰 三個小時入神 一個小時讓你逛我 Enki 掰掰 我們現在要去看河馬 如果河馬屁股對向您的時候 請遠離 有看到他在下面嗎 我的天啊 欸我沒有看過這樣的 因為那個木插動物園的河馬 他都在很髒很髒的水裡 所以在木插的時候 你都只看得到他頭這樣浮起來 然後吃東西 原來他也可以在乾淨的水裡 我以為他熱愛泥水 他為什麼那麼大肚 可是那麼隔櫃泥泥 他在溫室裡面欸 而且他腿超短的 來各位 你們有近距離在水裡看過河馬嗎 超酷的 有夠清楚我從來不知道河馬的正面是長這個樣子 眼睛更大了啦 他又要呼吸了 而且他嘴巴不上去喔 他只有鼻孔上去 氣死 北極熊 超爆大隻的欸 Holy 我們在搖滾區欸 好快吃喔 你們有看到那隻魚嗎 哇 哇好緊喔 哇 超扯的欸太近了吧 現在是北極熊衛食秀 每隻魚灑在這邊我們就超興奮的 大家記得提早一點來排隊 你們就可以蹲在最前面的搖滾區 我們現在來吃一個東西叫做鹿餅 就是鹿肉 老實說這個是會賣光的 所以我們趕快現在買一個吃看看 鹿那麼可愛 然後你要吃它 鹿是他們真的很盛產的 他說他要比人還多的那種數量 所以他們有開放三種人可以瘦的 一個是他們以前的少數民族 第二個是政府單位 第三個就是可以打獵政的人 你好厲害喔 有請教節目主持人力 我還記得起來 還不知道要吃飯了 好笨重 很努力很努力的爬上來 好可愛喔 肥到不行欸 然後這樣子跟著那個飼養員走 怎麼那麼萌啦 前面那隻是腰巴 他們這樣子跟著飼養員走 真的是可愛到爆炸欸 還是等一下我學海報 然後你拿鹿肉餅給我 好 你在雪地裡這樣彈 你有看到他溜下來嗎 他都溜下來了 他們都接魚接的好準喔 你等一下丟鹿肉餅 天啊這動物園真的好療癒喔 鹿肉餅來了 蠻好吃的欸 它有一個燒味 唉唷 我不敢吃 甜甜的 它把它做得很像可麗餅 有一個燒味 但是不至於可怕 但你們還是買一個 嘗試看看就好了 可以是有心理藝術 有一個慈祥啊 這個動物園不大 但是要逛很久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走路了很小步 然後再加跌倒六次 現在再看最後一個是狼 Hello Wolf Jaco No Jaco No Jaco Edward Edward No J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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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ward 我 A 因為我們跟團在這邊執行有兩個小時 我跟你講了 你要預留你跌倒的時間 我們要先往下一站了 我們現在到了吃中餐的地方 KK隊的導遊真的很給力 他會跟你講超多 妹妹的港 你一定要先去拿南瓜天賦羅 到時候這座人排隊的就是那個 在導遊安排座位的時候 不用全部人都在那邊等 我們兩個先衝來拿南瓜天賦羅 我們是第一批 雖然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蠻好吃的欸 他就要看妹 你不要在那邊猶豫不準 這邊的南瓜真的是超好吃 超甜的 南瓜湯湯也非常好喝 我覺得跟他牛奶很濃的關係 吃飽出來之後 外面有賣冰淇淋的地方 但是導遊說千萬不要花錢買 他提供你另外一種方法啦 如果你在這邊拍照打卡的話 就可以免費獲得一隻冰淇淋 下一站我們要去看的是白墟瀑布 你們看一下這個景 還得了 這個行程原本有排青池 但是青池在冬天的時候 他在湖面上就會結成一層冰 冰上面之後又下雪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象 跟青池差不多 因為他池都被雪覆蓋住了 所以青池去了沒有意義 導遊說白墟瀑布漂亮太多了 身為東南亞的小孩看到這個景象 就已經覺得很不可思議了 進到童話故事裡面了 你們看 來吧 這邊就是白墟瀑布了 留下來的瀑布直接結冰在那裡 下面有一點呈現青綠色的狀態 因為它裡面有礦物 所以透過陽光的折射 它就會變成青色的 我覺得它雖然不像冰島的瀑布這麼壯觀 但是因為加上雪景 整個漂亮到不行耶 建議真的不要自己來 因為它有時候這裡會下大雪 開出來太危險了 如果你到1月來的時候 它的雪是會到這邊的 啊如果是我們阿滴 可能到這邊 呵呵呵 你看這個油桶好可愛喔 防滑沙不是油桶 跟著搞到沒編 一天氣跟著搞到沒編 猜拳書的背面這樣倒下去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YA 小心你的頭 哈哈哈哈 鬼鬼 YA啦 最後有一個人形耶 哈哈 下一站住吧 我們現在抵達了KK Day的最後一個行程 精靈露台 我們現在精靈露台旁邊的麵包店吃 只有這裡可以喝得到烤牛奶 然後它是冰奶 蠻特別的 很像烏丁牛奶 很水的奶酪 一杯560塊日幣 這個樓梯真的超危險 我剛跟我弟站在這邊等他們買麵包 已經看到8個人 我快在那邊滑倒 謝謝你們看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危險 你用跑的吃趕快 不要 這家麵包店趕快來買一個麵包 好好吃喔 好好吃 它這個是樂的羅宋 好脆喔 它就像是一個小木屋園區 這邊的入口處 晚上來很浪漫耶 它這邊的燈好可愛喔 小木屋裡面就是一間一間的商店 有沒有看到日本的老師傅在裡面 敲敲打打 小小一圈不大 有賣一堆木雕跟銀式 剛剛這間麵包人家很出名 它是米歇林品圖 在裡面工作 哇我們真的誤打誤撞 通常是很早關 可是我們剛剛去不知道怎麼還 它的確麵包都快沒了 因為我們這邊回去雜晃還要兩個多小時 所以它真的沒有辦法讓你停留太久 但是那個麵包我們真的很幸運 我們去的時候就剩幾塊而已 你們來的話記得先沖麵包店 很容易錯過 因為我們是剛好去上廁所經過麵包店 他說啊去看一下這樣 我覺得今天行程很充實耶 可以推嗎這個行程 可以我就可以 目前時間是晚上八點 我們回到雜晃了 老吳看到這個八樓他就興奮 巨乳暴乳專門店 妹妹說要Donate我一千 米歇去嫖妓 還拿女朋友的錢 你有沒有人格啊你 那他都知道我開玩笑的吧 我們在等待晚餐的過程中 隨便走進一家 不知道是百貨公司還是什麼的 我弟跟老吳就瘋掉了 你看我挖到寶 超可愛的 而且這個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過 一組要三四千吧 這會賣多少錢 2900塊日幣 這完全就是我弟公仔的菜 他的床頭櫃全部都放這些東西 你這一趟是不是買到這兩個就值了 對 他這一邊的話都是二手公仔 或是有些他是自己買的 這一邊的二手公仔真的是很便宜 跟我之前在大阪還有東京看的 好便宜很多 這隻這麼大才是B6800 安姐買給你 不是你剛不是說你買給他嗎 不是他姐嗎 好我買給你 不然你就知道 這才不到台幣兩千蠻扯的欸 這樣你有覺得北海道很好玩了嗎 超好玩的 他也要來 還有賣很多鋼彈的公仔 鋼彈迷自己注意一下 我妹說他是找這一間叫做俊河屋 才發現原來這邊是一個夢 誤打誤撞來到這一間 地址我放在資訊欄 你看我剛剛上蝦皮找 你看這一盒台幣網路上賣3500 我在這邊買750 你有發現在這一層 阿薰的步伐變得很快嗎 真的進步如飛 這一間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他是KK Day的導遊 今天介紹給我們的 他叫Totory 是他跟他的日本朋友會常來吃的地方 所以是來行的喔 導遊打電話幫我們訂位 已經訂到晚上9點了 超酷的 就是像日劇一樣 全部都是日本的上班族 穿著襯衫在裡面吃燒肉 打口喝啤酒 這種就是單點的 我每次到這種店 他都是日文 真的超難的 一盤肉便宜的 做肉在800多塊 好一點的 8千塊也有 在此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件嚴肅的事情 這一餐就是當門的尾牙 姐姐請客 耶 隨便點吧 姐姐我敬你 你給我喝掉醬油 不用點那個什麼組合餐 不需要 看看這個牛的油花 謝謝大家這一年來辛苦了 大家這一年很棒 明年我們繼續加油 謝謝大家